中广论坛 哈喽大家好 早安 我是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广论坛 今天我邀请到一个特别来宾 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为什么邀请他呢 因为你知道我现在跟他在一起 从一个咨询组以后 我发现深深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有罗志强的地方就没有好事 不过这讲的是说 民进党就没有好事 因为他是我们国民党目前的 我觉得应该最有战斗力 也不是我觉得 我相信很多人都公认 他是最有战斗力的 曾经有一个研究大数据的老师教授 跑来找我说 你跟罗志强同一个咨询组 那你跟他熟不熟 我说嗯熟啊 他说你可以告诉我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我说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人 他说可是我们在节目上看到他 他还蛮凶的 我说对了 他听到民进党三个字 他就会跳起来 但除此以外 他是个蛮温和的人 然后我就说 老师你为什么要问他 他说他现在是我们研究的课题 我说为什么 他说他研究大数据这么久 尤其是这一两年 因为政治新闻很多 所以政治人物在网路上的声量 都是随着新闻而高高低低 所以有一些政治人物 不是就开始讲一些很呛辣的话 希望说拉高自己的网路声量 他说但是罗志强很奇怪 他是唯一一个不用靠新闻议题 然后光靠自己的自媒体 自己的粉 自己的网军就可以 几乎都一直保持在国内的前20名里面 那我说真的吗 然后他就给我看 那个时候那一期的时候 刚好是黄国昌 他在爆料失焉案吧 还是什么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声量很高嘛 那时候黄国昌是第五名 但是罗志强是第十名 所以其实也没有差很远 赖清德是十几名 所以为什么说 罗志强可以靠着自己的网路 然后网军 自媒体可以拥有那么多网友的支持 我想大概就四个字吧 言之有误 废话不多说 我们请罗志强跟大家打个招呼 淑慧还有我们中广 跟网 线上网友大家好 你的招呼就这么短了 早安早安早安 我刚刚介绍你介绍这么长 那我们刚刚说 有罗志强的地方就没有好事 民进党就没有好事 所以最近 民进党让大家质疑的 当然就是现在最热门的话题 就是跟杨慧如的关系 我们看到民进党一直在挥出 他们的义次元 切割刀 先是林非凡说毫无关系 再来谢长廷昨天晚上 长文回应 说他们是一般关系 对 那请问一下 志强因为你跟谢长廷之前 好像纠葛也蛮深的 对对对 他听说他曾经呛过要告你 是不是 对啊对啊 因为那个苏启成的案子 我把他的很多的一些 所有的言行记录全部摊出来 他受不了 他就呛下说他要告我 不过 你是哪句话 戳到他 一定有一句话戳到他 因为我就说实际上 第一个开始把所有责任 往这个苏启成上推的 不是别人啊 就是谢长廷啊 这个所有的记录都可考啊 所以你讲最后 那个苏启成最后 亲生 然后选择以死名字 我说难道不是你谢长廷逼死的吗 他就不高兴这句话 说来告我 我就说欢迎来告啊 已经过一年了 也没有来告 他没来告吗 有点失落 所以你现在是什么 自强求告是不是 对对对 求告求告 其实我觉得 这个我也有看过 而且谢长廷是写在自己的脸书上 对对对对 其实谢长廷为什么不敢告 我猜是一个原因啦 谁叫你要说他害死苏启成 他怎么告你 他如果告你 结果法官说 无罪的话 那是不是法官认证 他确实害死苏启成 对 所以讲的人无罪嘛 对对对 所以他不敢冒这个风险嘛 因为这可受公平 因为事实上我就讲我把所有证据都摊出来 后来我也回应谢长廷 我说 那你告诉我 第一个站出来 开始把这个大阪处切割 不就是你啊 你自己讲的大阪处 你五百多公里 你管不到 还说大阪有 所以大阪自己去负责啊 那这些 等你这个定调之后 还有包括我们现在被公布的杨慧如 IDCC在网路上炒风向 然后最后才把一个优秀外交官 活活的把他逼上了绝路 那这样的一个事情 说真的 我也是看不下去 所以我才把所有事情公布出来 那当然 谢长廷不高兴嘛 就说他要来告我 那我就说欢迎来告 我也坦荡荡不怕你告 只不过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告就是了 我觉得志强的话 跟谢长廷的心结真的还蛮深的 昨天看到谢长廷那一篇长文以后 志强居然说 他怎么没有骂我呢 他怎么没有回应我呢 我觉得这种要求还真是少见 我们有网友说 期待志强选台北市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蛮常看到说 有你的粉希望你去你来选台北市长 那这个志强的生涯规划 要先保个密 以后再再跟大家报告 好了 那今天我们先有预告说 今天我们还会报一个新料 对 有关于说 民进党说毫无关系 或一般关系 对 或者是我们法务部居然定调说 杨慧如跟选举没有关系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今天志强 我们要报什么新料 让大家看看可受公民 什么叫做毫无关系 什么叫没有关系 什么叫做跟选举无关 好 那我看到 大家就看到谢长廷一直切割 说这个杨慧如跟他没有关系 那昨天的我们已经有开一个记者会 这些爆料我们先把它割着 待会后面可以来补充 但我今天要跟大家报一个新料 谢长廷不是一直说 这个杨慧如跟他没有关系吗 可是你们发现杨慧如 他从来不去切割谢长廷 他跟台北市政府去要预算的时候 然后就去打着谢系的议员的名号 去要预算 到中央去跟国营事业要预算的时候 就透过管毕临 等于是今天谢长廷 谢系里面的第一大将 第一号大将 管毕临来去要预算 可是我告诉大家 我们昨天又继续追踪 我跟大家讲 今天事实上还有一个高雄组 是构成所谓的杨慧如的奶水 跟资金的来源 是谁呢 就你是这是公开资讯 我们从所谓的政治现金的 这个搜寻系统里面就可以找到 我们发现说 从这个107年的7月1号开始 就是去年的选举 对去年的选举 然后一直到去年的11月9号就选前 连续5个月 连续5个月 高雄市当时选市议员的前议长 前高雄市议长康玉成 他还是现任议员 他现任议员 批黑大 批寒大将 对对批寒大将 而且我跟大家讲 康玉成是谁 我用一个形容你就知道 他是所谓的小管毕临 也就是在谢系里面 他的地位就仅次于管毕临 所以管毕临是谢系的头号大将 康玉成就是他的二号大将 也是谢系在高雄的高雄头 都当过高雄市的议长 他每个月给一死公司 也就是我们卡城杨慧如的公司 每个月给他20万元 所以连续5个月给了100万元 而其中更关键的时间点 大家要特别提醒大家知道 更关键的时间点是什么呢 是在107年的9月1号 他还在给他每个月20万元 而那时候在9月 大家记得发生什么事情吗 就是今天大阪处苏启成 因为被网军攻击 IDCC的网军攻击 然后最后以史名字 就是在去年9月 也就是说今天那个时候 正在键盘上 来去键盘杀人的杨慧如网军 他在杀人的同时 他在干什么呢 他在拿康玉成 每个月20万元的一个收入 那我就要请我们康玉成 站出来说清楚讲明白 你每个月给他20万元 为什么告诉大家为什么 那今天你是谢系的二号大将 你今天告诉我说 谢阳廷你还要再切割 请你好好的切割清楚 为什么你的康玉成 你的谢系二号大将 当过高雄市议会议长 现在是高雄市议员 也是黑韩的头号大将 高雄组的头号大将 他为什么在杨慧如 正在用键盘来去霸凌 大阪处 然后造成苏启成 以史名字的同时 正在拿康玉成 每个月20万元 请他说清楚讲明白 对我觉得刚刚志强讲到一段 就是去年9月4号 正在网路带风向的时候 那个时候 居然康玉成正在供养他 每个月20万的费用 然后这样子的人 你谢长廷说 我跟他只是一般朋友 民进党说跟他毫无关系 如果民进党要这样切割的话 大概民进党最后只会剩下 蔡英文一个人 我想要跟大家聊的是说 其实杨慧如之所以 可以纵横江湖这么多年 主要真的 我们去看他的历史 不管是说9年前 连民进党市议员自己都说 杨慧如拿了民进党很多钱 包括说我们陆陆续续的 看到了所有的资料 2016年民进党上台以后 杨慧如的公司 意识公司就开始 接案大爆发 光用一个活动 就是WTA这个网球公开赛 就分别跟中央跟地方 拿了将近9000万的补助 请问一下 在2016年的时候 还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为什么他拿不到这些补助 同一个活动 而在2017年18年的时候 他就可以拿到 而且大家知道 他整个9000万 不只是拿了补助 他还连标案他都要拿 为什么要切割两种方式 给他钱呢 因为我们公家机关是这样子 所有的公务预算 如果补助一个民间的活动 不管是中央跟地方 加起来的钱 必须只有限制一定的比例 不可以超过多少钱 所以假设你今天杨慧如 来跟我台北市政府 申请这个活动的补助的时候 你必须要同时告诉我说 你还有跟哪些单位 申请过补助 有没有跟教育部申请过补助 有没有跟交通部申请过补助 然后我才会和你总金额 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 结果我猜杨慧如嫌不够吃 不够饱 他觉得光是补助 只有这样一定比例而已 他不够 所以他又要求 要用标案的方式来处理 就是你开一个标案 我去标 那这就不算补助的额度了 可是这11个标案 包括遍级中央跟地方 有台湾烟酒啦 有台湾电力公司啦 有中油啦 还有台湾银行 这些单位 为什么要去开一个 关于网球赛的标案 给杨慧如呢 而且里面很多都是限制型招标 什么叫限制型招标 业内的人就了解 就是只有少数人 特定人能够来投标 只有特定人能够来得标 那像这样子 用各种手段 可以拿到政府大规模的资源 如果你背后没有人的话 那我真的觉得你就是好棒棒了 全部民间团体都要去跟杨慧如学习 到底要怎么样靠着精彩的简报 可以拿到政府将近9000万的钱 我们看到杨慧如每一次的发文 每一次的发文 这个是我们今天最新的 每一次的发文 昨天我们看到他发给台北市政府体育局的公文 里面就列了五个泄系的市议员 好啦 今天这个也是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发给高雄市政府 2016年他希望高雄市政府补助的公文 下面也同样列了一个泄系的议员 就是刚刚所说的 高雄市的前议长 他那个时候是议长 康玉成 也就是每个月 从去年7月以后 每个月就付20万给杨慧如的康玉成 每次都用同样的方式 告诉你公家机关 我背后是有人罩着 用这种方式来给公务机关施压 我昨天也一直说 2013年的时候 我还在台北市政府的时候 我就被杨慧如用同样的方式施压过 不过我那时候觉得很不好意思 因为我个性比较强硬 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去屈服他这个天价的计划 所以我就拒绝了 就导致他率同议员 然后利用媒体开记者会 攻击市政府 攻击官传局 攻击郝市长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抱歉的地方 可是这就是杨慧如惯用的手法 你如果不如我的意 我就开始攻击你 用我的网军攻击你 用我的泄系的名义代表攻击你 所以今天杨慧如到底是谁养肥的 我觉得陆陆续续 还会有一些金流出来 所以杨慧如的事情 我觉得今天大概一个时间谈不完 包括他如何 他这些标案里面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陆续我们会在 不管是战神九四强的频道 又或者是脸书上会陆续 把这些资料都公布 好那我们就再来讲一讲 就是关于谢长廷昨天的脸书 不知道志强你有没有看 有看有看 那你看了以后你有什么感觉 首先第一个就是转移焦点 不能改变说今天杨慧如跟谢长廷的关系 他跟他谢长廷的关系 绝对不是他所说的一般般的朋友 没有一个一般般的朋友 可以打着所谓的谢系各层级的 名代的招牌 到处去要资源 到处去搜刮资源 所以而且事实上杨慧如当时在 谢长廷参选总统的时候 也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包括网络执行长 那甚至包括不管是谢长廷 什么他的什么行脚团 甚至出什么幸福台湾卡 你可以看到一路走来 杨慧如始终如一的 是伴随在谢长廷的身边 即便谢长廷他脱离了选举 杨慧如这个名字 也跟谢长廷所栽培的 各级的议员名代 谢系的大将永远伴随在一起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真的是觉得 谢长廷是没有肩膀 也没有担当 大家记不记得 就刚刚淑惠有问说 为什么谢长廷要告我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说真的 我有时候蛮佩服谢长廷的脸皮 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 今天事后我们已经印证了 就是你的谢系大将 杨慧如卡神 在IDCC的账号 用这个账号 然后去污蔑大阪处 最后造成了悲剧 可是你知道 苏启成 当他以史名字的时候 你知道谢长廷做了什么事情吗 他出来开记者会 哽咽 哭给大家看 然后说表示 他对这个事情的痛心跟惋惜 然后再全部都推给什么 推给什么 假新闻假消息 然后呢 害死了苏启成 好是啊 假新闻假消息 是谁的假新闻假消息 就是你今天杨慧如的假新闻跟假消息 而那时候我就写一篇文章说 鳄鱼的眼泪 我说鳄鱼有两种 一种鳄鱼是吃了人 不会掉眼泪的鳄鱼 这叫正常型的鳄鱼 另外一种鳄鱼是什么 吃了人还会假装掉眼泪 这叫恶心型的鳄鱼 谢长廷就是那个让人感到非常恶心的鳄鱼 今天所有事实证明 当初把责任推给大阪处就是你谢长廷 当初在网路上带风向 把责任推给大阪处 就是你谢系大将的杨慧如 卡神杨慧如 今天你站出来切割 你不觉得是完全没有担当 没有风骨 没有一个责任感的一件事情吗 那我们再回头还是去来看 整个过程当中 我真的觉得不容你谢长廷狡辩去做切割 因为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康玉成的例子 谢长廷你告诉我嘛 康玉成是不是你谢系的大将嘛 他是不是地位相当于小管壁林嘛 他跟你关系有多么密切 你在康玉成在去年同一个时间哦 就是正在卡神杨慧如 他用网军在网路上去带风向 去逼死苏启成的同一时间 你康玉成每个月给他20万 你告诉我这20万做什么 你告诉我这20万做 为什么每个月要给 给那个卡神20万 那整个过程你也发现 我们到从昨天到今天 我告诉大家 追的还只是冰山一角中的一角 什么叫冰山一角中的一角 今天我们在杨慧如的这个事情上 在追查他的所谓的金流 跟他的所谓的养分的时候 我们还只是找了 昨天只找WTA 这个冰山的一角 有杨慧如多少的所谓的资源来源 我们还没有办法把全盘的 把他全部找出来 还有带大家各方面提供资料 那我们今天是提供冰山的 第二块小角 就是康玉成 高雄组康玉成 怎么样去喂养 今天杨慧如养分 在他正在所谓的网路霸凌 苏启成大阪处的时候 他每个月给他20万 供养他的养分 那还有杨慧如以外 还有更多的冰山没看到 就像最近也爆出来什么 吴孝全 爆出来什么 东报西报 这些你就会看到 整个绵密 单单WTA杨慧如就拿到政府补助9000万 那其他你觉得 请问台湾的民众 你能接受这种事情吗 用你的荷包 去粉饰政绩就算了 用你的荷包去黑寒打击政绩就算了 用你荷包里的钱 竟然去打压霸凌文官 来造成一个优秀外交官的 一个生命的一个牺牲 觉得台湾人民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吗 至少我跟淑慧 我们两个是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事情 我们站在最前线 要站出来发生 真的不容许这样的事情 继续去伤害台湾的文官 以及台湾的公道 我觉得我真的在这里 哪怕谢长廷告我 我也是要说一声不要脸 不好意思 为什么 因为他昨天直到昨天 他的脸书里面 既然还敢再去 po一个叫做图 做一个叫做 书几层过世的大事迹 这个事件的大事迹 里面还要提到说 书处长的遗书 有次提及说 他不堪批评 这样的字眼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在去年 在书处长的白日前 他的遗孀 首次打破沉默 发了一个声明书 而且还接受专访 其实就是在打脸 谢长廷之前不断的带风向说 哎呀 书处长遗书写什么啦 他事后不堪外界的批评 就是你们外界的这些媒体 假新闻啊 给他很大的压力啊 我好难过啊 还流下了鳄鱼的眼泪 但是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或者是可以上网去Google一下 当时书处长的遗孀 他出来发了声明书 主要的第一点 就是在打脸谢长廷 他说这个遗书 只有我们家属看过 好啦 人家已经说了 只有家属看过 因为在日本的警方的办案方式 是非常严谨的 严谨的 有关于过世者 他们的遗物 一定都会等到家属来 包括说才可以开 开这封信 又或者是询问家属的意见 看警方可不可以看 会完整的保留 根本不会给所谓的媒体看 也不会给谢长廷看 所以 谢长廷跟去年的时候 NHK一开始说 NHK如果大家记得 一开始有出现一个新闻 但是他很短就下架了 他新闻提到说 是根据台湾驻日的办事处的同仁讲 苏启成的遗书里面写到说 他是因为不堪批评 外界批评 然后所以压力过大 NHK的新闻来源是哪里呢 因为在第一时间 那个是在第一时间 当天的第一时间 NHK根本没有机会 也不可能看到 所谓苏启成处长的遗书的 可是他这么快就有这个新闻出来 而且就定调说 苏启成的过世是因为 假新闻 因为外界批评 为什么呢 里面就有一段写到说 一句话藏在背后 这个是代表处的同仁跟他讲 我帮苏惠补补充一点 我就原文原句的把苏启成的遗孀 他的声明 原文原句念给大家听 直接打脸你谢长廷 原文原句 苏启成的太太说 遗书内容只有家属看过 其中并未提及假新闻造成的压力 而是在完成上级交代的检讨报告后 在开会前一天表明 不想受到羞辱的遗言 以史明治 谢长廷 我真的是很佩服他 你已经这么白纸黑字 苏启成的太太已经白纸黑字的 说得这么清楚 里面几个重点 第一个他就直接告诉你 不要推给假新闻 第二个告诉你是 你们上级要他做的检讨报告 他写出来了 第三个是开会的前一天 他不想受到羞辱 谁羞辱 为什么是开会前一天 讲不想受到羞辱 大家都忘了 把脉络还原给他 在开会前一天 那天所有报纸在讨论的是什么 讨论的是全管打兵的 不是只要拿苏启成记棋 也要把整个大阪处全管打兵的 这消息出来之后 外交部后来否认 但这消息出来之后 我请问大家 你对苏启成的压力有多大 所以刚刚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再回来讲这个事件 谢谢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 每周一到五 上午十点钟 邀请名家 郑村琪 董志森 江明清 游淑慧 郝龙斌 徐巧新 陪您 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尽在中广论坛 上午十点 重放出奇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 每周一到五 傍晚五点钟 邀请李俊逸 王玉敏 钟嘉宾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尽在中广论坛 下午五点 准时收听 新闻网改版咯 重新出发 我们不再是我们了 我们依旧是我们啊 我是中广主播李雅元 我是中广主播曾武清 七月十五 中广新闻网 全新改版咯 改版咯 想听新闻 我们有 想听分析 我们当然也有 改变的是 内容会更多元 不变的是 对守护新闻的坚持 七月十五号 中广新闻网 我们 不见不散咯 好早安 台湾 我是YouTuber 初家 中广十分钟 早报新闻 清零 爱宝宝 早安 我是张庆林 周一到周五 早上六点零六分 十分钟 让你掌握国内重点新闻 请锁定 中广新闻网 爱Radio YouTube 中广线上听 直播早报 给你听 每天叫醒你的 不是闹钟 是清零的声音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 每周一到五 上午十点钟 邀请明家 郑村琪 董志森 江明清 游淑慧 中广论坛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今天的特别来宾 是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刚刚广告时间的时候 我们两个在聊说 昨天晚上已经回去很热 你还有时间做土 我还有时间查资料 对 我们昨天晚上其实 搞这个东西 金流什么的 查资料 搞到大概 反正也很晚 不过 我觉得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是 没有执政权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像民进党那样子 动不动就调出一堆 奇奇怪怪 似似而非的资料 而且还给一半 不给一半 那我想呼吁 我们的爆料天王 黄国昌 反正你也不是民进党的 你不是饥饿如仇吗 你这么饥饿如仇的情况之下 你又可以调到 这么多内部的资料 资源 什么的 你要不要来查一下 那个杨慧如 因为我想网友 都会很支持你的 网络这样的一个空间 是说网友 他们在发表自己的意见 然后看看其他网友的 意见的一个 言论的空间 那今天如果有像 这种居心不良的网军 在里面带风向的话 这是把网友当白痴 不是吗 对 网友以为 你跟我一样是网友 所以我相信你的话 结果原来你是一个 造假来带风向 拿钱办事的 这其实让很多PTT的 又或者是使用脸书的 或是惯用网路的 年轻朋友们 你们不会觉得 被羞辱被打脸吗 就是原来我们得到的资讯 是经过造假的 是杨慧如这样的人 去假出来的 而且他在把我们当白痴的时候 他也可以领钱 对 这不是很荒谬吗 网路的资讯 所以今天用一个 所谓的侮辱公署罪 我觉得太轻了啦 侮辱公署罪罚款100块 大家有没有想过啊 为什么要为了这个100块 罚款的案子啊 杨慧如要这么大洞干戈的去请到 就跟蔡碧仲同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御用律师呢 从嘉义请上来 100块耶 杨慧如你认罪我帮你缴吧 所以这就是什么 他怕 他怕说会越烧越大 所以提前先请一个大律师啊 可是你不要怕 因为在1月11号民进党下架前 我想杨慧如的案子都会被轻轻放下 就像这次北检一样啊 我觉得北检真的很感谢你 就是你查了一半 可是我也很想问说 你为什么只查一半 你知道我们其实这几天都还蛮讶异 说北检在选前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可是大家知道吗 昨天晚上12点左右 真的是晚上12点左右 有一位监察委员 有一位监察委员 他大概是人无可忍 心中很无准 他主动跟我讲说 北检跟市刑大 可以这么快速的办案 不是什么基于有两个市议员的报案 不是 因为他们已经压案子很久了 是来自于他们监察院不断的吹 因为监察院只能办机关 他不能办人民 他也没有办刑事案件 所以监察院不断的在给北检 跟市刑大压力 就是你们要赶快把这个案子办出来 因为这样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 北检才在选前的时候 丢出一个一半的案情 来然后用一个 一百块的罚款的这个清罪 来想要把这个案子 就给结束掉了 但是我们一直在讲的是 杨慧如洋网军你抓到了 谁养杨慧如 杨慧如总不会没有人养吧 他已经不断的对外宣称说 哎呀我办WTA都亏钱啊 我的公司负债累累啊 他还在脸书跟朋友诉苦 说我都要去借钱啊 我到处借钱啊 生活很困难 那他怎么会有钱 杨网军呢 是不是北检不觉得奇怪吗 好啦 那今天杨慧如的网军部队 你如果抓出一个集团的话 他只有导这一件事情的假新闻嘛 啊其他的呢 你把这些账号到网路上去交叉比对 不就知道他还有哪一些 在搞假新闻吗 为什么我们法务部昨天要 这么快就定调说 啊这个跟选举无关啊 这个就告诉你 他就跟选举有关 他去年不就是在 介入高雄的选举 不就是在帮忙 康玉成高雄的选举吗 你怎么还会说 他跟选举无关 去年他在做这个大阪的事情的 带假风向的时候 他同时不就是拿高雄市议员 康玉成的钱吗 康玉成还大勒勒的 从他的竞选经费给他了 然后你说他跟选举无关 怎么会无关呢 我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去看 比方说像现在你会发现说 整个政府对不对 他有透过所谓的国家资源 他可以直接影响很多的媒体 他也同时还可以有用 所谓的那种间接的方式 去养肥养壮养大 他的侧义 然后给他标案 给他补助 然后让他养肥养大养壮之后 他就有钱去养网军 这就现在我们现在看台湾 还有民主之可言吗 那这也是为什么 我跟淑慧一些好朋友 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发展自媒体 一个很大原因在这个地方 因为真的现在你会看到 很多所谓本来应该要去制衡 我们今天执政者的第四权 很多都已经变成是执政者的传声筒 那你今天到底监督的力量还在不在 就像这一次我们讲这个杨慧如的事件 我告诉大家 你去看 今天我听到淑慧讲 我才知道 原来今天背后还有很多的一些 有正义感的监察委员 不断的push这一件事情 才让说今天有个 检方有更多的一些结果出来 就像其实我本来也一直很纳闷 你看去年九月发生了这一个事情 然后呢 我其实是最早把IDCC 在脸书上把它纠举出来 然后后来 明贤跟原资号 他们又去提告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一年多了 一年快两个月 一年一个两个月的时间了 那现在才给个交代 可是你会看 别的案子不是 比方说大学生才去质疑说 陈菊的照片里面 有没有吴宗宪 问个问号 三天就抓到 然后呢 什么丢笔 三天就抓到 然后一个淡水的阿嬷 说了一句什么话 什么一个礼拜就抓到 可是这个事情办了一年 那你就知道 今天拖延时间 那能够在选前办出来 说真的 我其实是蛮意外的 那但是不管怎么样讲 今天好 我们已经抓到了一个 我讲冰山中 一脚的一脚 就是杨慧如 可是你也看到 民进党整个是全面的 所谓的总切割 可是再怎么切割 改变不了杨慧如跟 谢长廷的一个关系的深厚 里面你可以看到 甚至可以看到很多 所谓的现行计 比方说 那个林非凡的说法最好笑 他说杨慧如也有在骂赫金的 也有在骂卓龙泰骂罗文加跟骂他 有没有搞错 他骂卓龙泰跟骂罗文加 是因为那个时候卓龙泰跟罗文加 他们在初选规则上 没有什么很顺着蔡英文的意 看起来对对 赫金的比较友善 是整个网军刚好在攻打赫金的同时 所以顺便把这两个抓进去一起打 不就反而印证了网军存在 内斗异己 外斗阵敌 甚至打压文官 这整套的版本脚本全部拼凑起来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还记不记得 我在今年5月 曾经揭露1450的暗黑兵法 也是得到网友的爆料 他里面讲的真的是非常的耸动 怎么讲呢 他是说有一个 一家内湖周子街的公司 他只有六个人 一个月可以接110万的一个委托案 委托他做什么 第一个月打死赖清德 赖清德打得非常有成效之后 现在新的指令 在接下来把兵力调拨回来 去开始黑韩国瑜 你有发现把这块拼图拉进来 你就会发现说 跟杨慧如做的事情有什么不相同 他在脸书上那个时候就在黑 黑那个什么 所有对赖清德友善的人 那时候整个网路上的氛围 连赖清德都可以被打造成中共同路人 抹红抹红台独之子 你就知道网军是有多么荒谬的一件事情 但是中间我跟淑慧 我们最不能接受 其实是一件事情 我说真的 今天你粉饰政绩 我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 可能还是可以批评 你今天黑韩国瑜 已经说真的已经很恶劣了 可是今天你不只是粉饰政绩 黑韩国瑜 你今天竟然是打击自己政府优秀的外交官 连这种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 我们气势气这一件事情 那现在出的是整个全部的总切割 我还是今天要把我们今天重点再讲 跟大家讲一次啊 不要忘了 当杨慧如IDCC正在网路上追杀大阪处 在所谓的霸凌我们的优秀的外交官的同一时间 他左手霸凌外交官 右手正在拿康玉成的钱 正在拿小管毕临康玉成的钱 正在拿泄系大将康玉成的钱 所以今天康玉成就要出来交代清楚 你还要跟我切割 你跟杨慧如的关系吗 这么糟糟然的事实 那我也跟大家讲 我告诉大家 不会只有到这边就停下来了 昨天是WTA 今天是康玉成 后面还有多少卡神的 所谓的奶水的来源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把它公布出来 所以很多 我最近看到很多网友在问说 那我们还可以相信什么 网路上有这么多假新闻 然后有一些 莫名其他一个晚上就被推爆的 比如说蔡英文去穿人家博艺秀 D卡里面瞬间推爆歌功颂德 请问一下 在网路 我们现在七成的人都要用网路 如果网路有那么多假新闻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相信什么 我跟大家报告一个概念 就像我们去买食品一样 你通常不会想去买来路不明的食品 或没有厂牌的食品 你通常会去买 说我找得到背后制造来源的食品 所以在网路的世界里面 敢具名的频道也好 或者是说像我们这样的评论员或名义代表 他敢光明正大具名讲的 我觉得起码是可以相信 为什么 因为他讲错找得到人 你觉得他不合理 你知道他是谁 你敢不敢出来可受公平吗 那一些只用带号的 在带风向的 你根本不知道他背后是谁啊 对不对 他嘴巴说他支持韩国瑜 可是他可能背后是另外一个人啊 所以我觉得网络 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发展自媒体 像罗志阳一直在经营战神九世强 一直希望说订阅户越来越多 起码我们在里面讲话 我们是脸跟名字都是出来负责的 对不对 如果谢长廷要告的话 他就去告嘛 对不对 他去年也讲他要告啦 为什么不告呢 第二个就是 昨天韩国瑜刚好讲到 后来我赫然发现 居然跟杨慧如的步伐是不谋而合的 昨天杨慧如讲 那个韩国瑜讲到 在那边自己在那边苦笑的说 去年 今年有三个苦主 网络被霸凌的三个苦主 有苦主三兄弟 第一个当然就是韩国瑜他本人 第二个是柯文哲 第三个是赖清德 韩国瑜昨天在那边苦笑的说 哎呀有被霸凌的三兄弟 哎我不知道杨慧如的脸书是不是已经关闭了 如果大家去看他的脸书的话 从今年的一月到现在 杨慧如的脸书上主要的 就是三打一捧 哪三打 就是打刚刚韩国瑜说的 被霸凌的苦主三兄弟 先是 一二月的时候打柯文哲 因为那时候柯文哲跟小英之间刀光剑影 然后 四五月的时候 四五月的时候打赖清德 因为那时候赖清德在跟小英初选 然后七月以后就开始酸韩国瑜 黑韩国瑜 然后还把反送送的事情拉进来 完全跟民养策略跟步骤是一样的 里面唯一一捧的人就是蔡英文 哦蔡英文的肇事长和啦 蔡英文讲的政见啦 哎他都会 然后如果大家再去把他脸书的论述 跟时间点交叉比对到网路上 去看那个时候的风向 你会发现非常意外的是巧合的 所以 你说杨慧如的步骤全部都是刚刚好 他刚好在那个时刻都跟谢长廷 都跟民进党 突然心电感应到了 哦因为我们是理念一致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同时在这个时候 突然都觉得某一个人很面目可真 突然都同一个时间 想要一起骂柯文哲 突然同一个时间 想要一起骂韩国瑜 一起骂赖清德 一切都是突然 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们希望说 黄国昌你就出来爆料嘛 民建党最好的切割方法 就是要求北检 把这件事情办到底 好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到中网论坛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网论坛 每周一到五 上午十点钟 邀请名家 郑村琪 董志森 江明清 游淑慧 郝龙斌 徐巧新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尽在中网论坛 上午十点 重磅出奇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网论坛 每周一到五 傍晚五点钟 邀请李俊逸 王玉敏 钟嘉宾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尽在中网论坛 下午五点 准时收听 新闻网改版咯 重新出发 谢燕荣 七点钟 三十五分钟早报新闻 李雅园 十二点午餐新闻 黄历凤 十八点新闻院 还有十分钟早报 新闻早点名 理财APP 手机 桌机 收音机 锁定中广新闻网 新闻快又广 全球大势不漏网 我们不再是我们了 我们依旧是我们啊 我是中广主播李雅园 我是中广主播曾武清 七月十五 中广新闻网 全新改版咯 想听新闻 我们有 想听分析 我们当然也有 改变的是 内容会更多元 不变的是 对守护新闻的坚持 七月十五后 中广新闻网 我们 无见不散哦 Good morning 台湾 我是YouTuber 朱家 中广十分钟早报新闻 清零爱宝宝 早安 我是张庆零 周一到九五 早上六点零六分 十分钟让你掌握 国内重点新闻 请锁定 中广新闻网 爱Radio YouTube 中广论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议员 游淑慧 欢迎收听 星期四的中广论坛 今天的特别台宾是 台北市议员 罗志强 战神九世强 我在谈下一个议题之前 我刚刚看到一个新闻 先跟大家 当然我不知道内情 不过给大家科普一个小尝试 就是振振前 我们国民党的新竹的 对 立法委员参选 大家都知道 参选登记的时候 就要缴交财产申报 不是当选才要 你登记的时候 就要缴交一份 现在的财产申报 然后当选以后 还要再缴交一份 大概要看你的前后 有没有 因为选举就突然超有钱 好 不过说真的 那些有一些人 都现金来 高铁三百万现金去的 他也不会在账户里面 被你查到 好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制度是这样 然后这个标题提到说 为什么振振钱 在申报上面的 现金存款是零 怎么可能没有现金 我跟大家报告 很多市议员的财产申报 现金存款都是零 不是因为他身上没有现金 是只要低于一百万 是不用申报的 所以你身上 如果你家里无缘无故 放个五十万现金 其实也是不用申报的 不过如果你家里 放三百万现金的时候 还会用着心理箱 拉出门 那三百万其实是要申报的 所以那个时候申报 如果没有 陈明文的财产里面 如果没有这三百万 他就要拗说 那个是我跟人家借的 如果是借的 其实也要申报 提醒陈明文 不要再继续违法了 好我们再回到说 今天的主要议题 刚刚讲完 杨慧如的事情以后 我相信大家还是很关心 就是2020的总统大选 选战已经剩下三十几天了 现在最让人家 关注的就是辩论 我们刚刚讲到说 网络这么多假新闻 我们要相信什么 相信真人 相信真的候选人 最好的相信方法 就是让他们面对面 直接直线对决 直求对决 谁好 谁坏 谁需要看读稿机 谁是草包 直接对决就好了 不过听说 罗志强现在是担任 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因为现在我接任了 韩国瑜的一个辩论协调的代表 就是说过去每次总统大选辩论 一定会各方要推出 所谓辩论协商代表 那以前马总统的两次的总统辩论 我都是协商代表 还有ECFA那次也是 所以我当过三次的协商代表 那这次就有接任韩国瑜的竞选的 辩论小组的辩论协商代表 那我们今天下午 会正式的把韩国瑜 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同意书 会把它亲自送到这个公事 因为目前公事有意来举办 总统大选的辩论 那我们公事也有来拜访我 那我直接跟公事讲 我们对于今天总统大选辩论 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办 可是到目前为止 我必须说 这个蔡英文方面 到现在为止 态度都是非常消极 但我们希望说 能够维持这个民主辩论的传统 这跟阵营无关 因为在台湾过去16年来 每次总统大选都有辩论 所以我们希望辩论能够促成 刚刚罗子讲说他是辩论代表 不是他代表去辩论 大家不要弄错 协商代表 如果是这样我也觉得可以玩一场不一样 比如说蔡英文带一个助手 韩国瑜带一个助手 来个双打 如果蔡英文会害怕的话 那韩市长可能就带罗志强 那蔡英文你可能可以带变财无碍的谢长廷 对不对 谢长廷是出了名的变财无碍 直接在台上告我 直接双打吗 那我觉得你在辩论的谈判过程 我希望你可以大量度量高一点 同意民进党一件事情 让蔡英文的台前摆一个读稿机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一定一定 那韩国瑜不要摆好不好 没有问题 韩国瑜不需要 所以我希望说明讲如果我们可以接受这个条件的话 希望你们也可以接受辩论 就是你可以 第一个你可以选择双打 带一个辅助人来 工具人来 第二个你可以选择放读稿机 对 那这样子其实民众只要看得出 说你们有在辩论 即便你蔡英文照的读稿机 好歹你要 我要补充欢迎带网军 杨慧如也可以上来 可是要光明正大 因为这场辩论 大家要看的是真实 真正的能力 真正的想法 还有你们真正要为台湾做些什么 所以我希望民进党不要再躲了 之前靠着网军吗 大家都很疑惑 那如果你说不是的话 那就出来辩论 好谢谢大家 我是游淑慧 欢迎下个礼拜四中华论坛 啊 你就这样 不客气 我就说 ו�不客气 是不是